元旦临近2024年即将开启 回眸过往总有一些感动的身影出现在你我的记忆里 总有一些温暖的力量推着我们继续前行 下面我们来重温几个英勇瞬间 他们都是00后 在一个个危急关头 无畏无惧挺身而出的那一刻 就成了大家眼中的英雄 过来我家后 家后过来吧 天女儿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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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年初到年底 这一个个的英勇瞬间 温暖着所有人 这段视频拍摄于2月16号 画面中在事故现场救援的人 名叫施家豪 是一名00后 当天他和三位朋友开车 路过河南省长元市 赵堤镇一处堤坝交错的路口时 恰巧目睹了一辆大货车和小轿车迎面相撞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 当时两车从不同方向驶来发生碰撞 货车卷带着小轿车冲下路基 被撞的小轿车驾驶室变形严重 还冒着浓烟 并且车上还有两个人被困在其中 无法脱身 施家豪见此情形赶忙冲了上去 因为我就是担心他们 作为的朋友担心他 车当时已经冒烟了 车里面就是冒起 就是有烤焦味的冒烟 就是肯定害怕他爆炸呀 然后他叫他他不听 还是义无反顾到冲上去 家豪过来吧 听见了 因为他熬了也可香 我肯定听见了 确实听见了 因为你面前吧 面前放着一个日 然后这个日已经昏迷了 你不给他救出来 心里能 反正是我肯定过也不去 由于没有合适的工具 施家豪只能徒手去掰 已经变形的车身铁皮 几次尝试失败后 他直接跳入被撞碎的天窗 想把小轿车司机拖拽出来 此时 在施家豪的带动下 他的三个同伴 也加入了救援队伍 大把手大把手 跟转出来快点 快点 快点 我因为那个承门 两边都没有办法打开 天窗我从天窗翻进去 只能我自己用力 也是比较吃力的 自己已经昏迷了 这个左翼还跟着挡住 我只能特别吃力吧 反正也算是 前来帮忙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纷纷上手帮忙 很快 车内被困的两人 终于被成功救了出来 这一幕场景 发生在今年3月19号 视频被上传到网络后 曾引发网友热议 大家纷纷为吴英杰 挺身而出的身影点赞 我就看到他突然拿出 把刀子然后就 疼到那个 不必做女生的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嘛 也就是半秒钟 一秒钟这样的情形 自己也没有想太多别的 当时反应过来以后 就把他挡在座位上 事发当天晚上10点多 犯罪嫌疑人何某 在地铁上突然持刀 刺向临座的一名女性乘客 就在他准备实施 进一步危害行为时 吴英杰眼疾手快 快速冲上前 紧紧抓住犯罪嫌疑人 何某手持凶器的右手 将他控制住 阻止了事态进一步升级恶化 在吴英杰的带动下 周边其他乘客也陆续加入 有人帮忙查看受伤女生的伤势 有人与吴英杰一起控制犯罪嫌疑人 2001年出生的吴英杰 在事发时还是一名学生 危险发生的瞬间 他没有丝毫犹豫 及时地做出了这个勇敢的决定 就作为现在一个办事生吧 首先是这种事情 见到以后 我觉得还是要 就是有一些 就是年轻人的那种血型 就是还是要出手去制止 2003年出生的陈颖博 今年只有20岁 是江苏苏州的一名外卖小哥 12月2号中午 他在送餐的路上 看到一座桥上站了很多人 这才知道有人落水 桥面距离水面 有将近20米的高度 陈颖博一边大喊着 坚持住等我 一边纵身跳入水中 奋力游到落水者的身边 周围又有人扔下绳索 将陈颖博和落水者 拉上了岸 赶到现场的当地民警 迅速对落水者 进行心肺复苏 按压急救 眼看着落水女子醒了过来 陈颖博穿上衣服 悄悄离开了现场 勇者有为 无畏无惧 一人心善 万人可击 见义众为的事迹 不断涌现 他们可能是邻居 同学老乡 甚至是路人 他们在危急时刻的坚定背影 让人难忘 他们不管是 很多个人都是 很有朝 金属 这一幕后奋不顾身的场景 是2023年建议勇为勇士们的缩影 2023年4月3号晚 湖南淮化圆陵县突降大雨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 一辆私家车不慎滑落到河水中 随后被洪水裹挟着想下游冲去 在被冲走一公里左右的时候 一块巨石卡住了汽车 此时当地圣平村的村支书 连士凡得知消息后赶了过来 跳入水中将被困在车里的人员救出 人员已被救上岸 但车子随时还有被冲走的风险 连士凡又指挥现场村民一起 多次跳入水中 试图用绳索等工具 将车辆固定在原处 4月份的山区气温偏低 加之连日降雨 实际温度不到10度 连士凡浸泡在刺骨的河水中 坚持着把绳索系在了桥墩上 才返回岸上 随后他有第三次下水 与其他村民一起将车拖上了岸 2023年8月9号 湖南湘西花园县的一个景区内 天空中突然狂风大作 紧接着暴雨倾盆而下 在一条80米宽的江面上 有一艘载有五名游客的游船 在狂风的袭击下无法返航 见此情景 刚刚紧急靠岸的龙道军 又迅速冲上自己的小木船 一旁的罗永华也果断跟上 两人顶着狂风暴雨 奋力地划着船 向着被困游客的方向驶去 好在他们两人都有着 娴熟的驾船技巧 最终成功抵达被困游客的身旁 将他们全部接到自己的船上 成功返航 2023年12月5号 珠海市洪崎镇某小区内 一名小女孩 悬挂在四层楼的防盗网上 这时路过此地的赵天马 看到了这一场景 快速地从地面上 顺着防盗窗向上爬 与此同时 楼下的其他热心群众 找到了一块广告布 一同高举着 以防有可能发生的坠落危险 短短几十秒的时间 赵天马就爬到了小女孩的身边 随后 与屋内的其他人一起 成功将小女孩救回了屋内 2023年11月27号下午 一名男子走进了江苏张家港的一家营业厅内 偷走了一些现金 在被工作人员严女士发现后 这名男子仓皇地跑了出去 小偷在前面跑 严女士在后面追 这时唐龙飞骑着电动车恰巧路过 他立马让严女士坐上电动车 带着她继续追 到人民路交叉路口的时候 有个女士在后面追赶着 喊着抓小偷 我以为谁在拍戏时 大家都不动 路人也挺多的嘛 大家都看着 然后呢我就说 美女我骑着电瓶车带你去追 紧接着又有一位外卖小哥 也骑着电动车追了上去 一男一女 女的追着男的说 抓小偷 我当时快超时了 快超时了 然后就比较着急 然后当时在想是什么情况的 然后扭头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好像 就是真正的小偷 然后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停了个差不多十几秒钟吧 然后人看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不管了 扭头看一个情况嘛 然后一看一个情况 我确定了就是小偷偷东西 然后就直接追上那个小偷 最终追逐了几分钟后 在一个绿化带的出口 唐龙飞与王笑笑两人合力 将小偷制服 危难关头彰显的不只是勇气和魄力 还有那颗善良淳朴的心 凡人善举 微光成俱 一个个平凡人 在关键时刻迸发出的惊人勇气 凝聚起向上向善的力量 他们用最直接 最朴实 最勇敢的方式 让我们看到了平凡的大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